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也不知道还有这么一个纹身馆啊 又要限定时间 又要收集印章 体验任务还搞这么奇怪 这不是诚心不让人完成吗 那现在怎么办 你 纹过身吗 那 我们找几个人问问情况吧 应该不会是来真的吧 嗯 嗯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是你 我正想问你呢 你来做什么呀 这个纹身馆里有我一个熟人 我过来打个招呼 顺便看看展品 至于这身打扮嘛 我可不想让人认出来 尤其是媒体 你怎么样 印章都收集好了吗 你们两个人 就没有想过真的进去玩个身吗 哦 这倒是 为了这种理由 体验这么恐怖的事 的确不值得 对呀 那可是用针 直接扎你的皮肤 不仅疼 还有感染的风险呢 这里来的大部分是纹身爱好者 他们都是冲着管理的知名纹身师 萧紧去的 而且纹身呢 可是在皮肤上 留下一道永久的痕迹 一旦刺上 就会跟随你一辈子 唉 我之前呢 也想过去做纹身 就因为这个 一直犹豫到了今天 你们两个呀 是女孩子 又是律师 还是 好好考虑一下比较好 呃 那个 我考虑了一下 兑换时间这么紧 不如我们分开排队 正好你跟陆总比较熟 你就留在这儿 我去其他地方 拜托你了 你现在准备怎么办 就这么走了 你不要玩偶了吗 别露出这种 垂头丧气的表情嘛 说不定 有其他办法呢 不就在你眼前吗 实不相瞒 我要找的那个熟人 就是里面的纹身室小姐 请他帮忙的话 说不定可以 直接拿到印章哦 哼 你和我进去 不就知道了 对了 你最近要上庭吗 那就好 你怎么一下 太好了 你怎么会把这个 进去 就是个小姐 去那一切 你怎么会把这个 你怎么会把这边 进去 我的手 你怎么会把你 就会把你 帮忙 有什么 你怎么会把你 你怎么会把你 在你 我 你怎么会把你 你怎么会把你 刚和你说的人就是他 是个很厉害的律师 陆景和 不愧是你啊 瞎说什么 说回正经的 他的情况我刚刚已经跟你说过了 你看 我们上学的时候关系那么好 你就当卖我个人情 能不能不体验了 直接给他开个账 这个嘛 如果是两分钟之前 我还是能同意的 但现在 刚刚收到通知 园区加强了审核 没有纹身 绝对不许改账 那 让他体验一次那个呢 能拿到印章吗 也不是不可以 但如果要做你说的那个 恐怕你们要出去重新排队了 可你刚刚不是说 没办法 你要做的那个太高级了 是另外的人在定 先不说他愿不愿意卖你人情 那边排队的人更多 万一谁认出你来 传出去 陆景和公然带女友走后门的闲话 你就又要上热搜了 你认真的 我们这么多年交情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 陆景和没有告诉你吗 是这样的 他想到一个能让你不做永久性纹身 就可以拿到印章的方法 但如果要用这个方法呢 你们现在就得重新出去排队 你考虑一下吧 都不用 而且拿到印章的速度 还比其他人要快 你确定 不用 我陪你一起 没关系啊 反正我也没什么要紧事 而且 走吧 再不走排队的人更多了 我思想要比大后 你能下去 要搞什么 fat 我告诉你 masa 黑 你 mi 像 我 还是 喝 在我身上纹身 然后把印章给你 当然了 不然还能有什么 更好的办法吗 再说了 我怎么忍心让你 经受那么痛苦的事呢 还是我来好了 没有 说得特别好 我知道 我会好好听话的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开个玩笑吗 你 你别生气啊 其实是我和萧锦商量 让你体验一种半永久的纹身 这种纹身既不需要在身上扎针 一段时间后也会被水冲掉 对你再合适不过了 当然 我什么时候骗过你啊 你放心 等一会儿排到我们 我一定给你挑一个最好的纹身师 不用谢 能帮上你的忙 比什么都值 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又见面了 两位 原本负责的那个纹身师 有点事情出去了 我过来替他盯一会儿 顺便放松放松 果然来了 这个嘛 我对这种纹身用的一种颜料过敏 所以 你们可以等先前的纹身师回来啊 但考虑到玩偶的兑换时间 我建议你们选择另一种更快的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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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会是要我们自己化纹身吧 是的 你们之前的几个人我也是这么处理的 效果非常好 哎 小锦 我可没准备今天 我可没准备今天 不是还有我吗 我给你画 小锦 既然你对颜料过敏 那就先出去吧 这里交给我 一会儿你们画好之后 把手册给我就行 我拿去开张 怎么了 我画画很好的 相信我 那我先拿自己做个示范好了 我先在自己手臂上画个纹身 你依此来评估一下我的实力 如果你不满意 我立马放弃 之后要怎样全听你的 如何 那不行 这可是你第一次纹身 一定要认真对待 你就好好看着吧 嗯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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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哟 嗯哟 是你先靠过来的 怎么又怪我呀 哟 哟 算了不说这个了 哟 哟 怎么样 我画的还不错吧 哟哟 哟 看来我不发挥点真本事是不行了 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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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现在你应该相信我的技术了吧 现在能放心地交给我了吧 那你坐到这儿来 我们马上开始 我们马上开始 这个纹身用的材料呢 比较特殊 可能会有过敏的情况 如果哪里不舒服 一定要告诉我 这个纹身用的材料呢 比较特殊的材料呢 是不舒服的 是不舒服的 超级很快就好了 你说 这是从一种传统手工艺改良而来的 你可以把它理解为人体彩绘 不过和人体彩绘不同的是 纹身从本质上来说 更像是人们的一种感情寄托 那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 纹身的意义不仅仅表现在图案上 这种行为本身就是最好的表达方式 针扎进肉里 带来了疼痛 也留下了那些无法说出口的倾诉 这些隐藏在图案背后的浅犬情谊 会一直陪伴着你 直到生命的尽头 不过那都是永久性的纹身了 你这个呀 下次上庭之前恐怕就全没了 但即使是这么短的时间 我也希望你能一直记得的 那就好 画好了 自己看看吧 是啊 你好好看看 你手上的结梗花 像什么形状 对 你转动手臂试试 没错 而在我手上的 则是奥米加 还不止这些 这两幅纹身图里 还藏着第三个形状 啊 你看不出来也很正常 因为第三个形状 得这么看 不愧是律师姐姐 一眼就看懂了我的设计 阿尔法与奥米加 分别是希腊语中的第一个 与最后一个字幕 而两幅图案 拼接之后 则代表着源源不断 没有尽头 加上结梗花的花语 我对你真挚的爱 无穷无尽 从最初 直到永远 文献资料上 是这么解释的 这原本是一对夫妻 刻在戒指上的图案 我挑了其中的两个符号 重新设计了一下 一直也没有拿出来用过 今天正好实验实验 你不是也挺喜欢这个图案的吗 试不试验的也不重要吧 你喜欢就好 试不试验 你喜欢就好 你们画完了吗 没关系 你们在这里聊聊天 我一块就回来 他上学的时候就是这样 今天确实是麻烦他了 之前我在肥冷翠学习的时候 他在我老师那里读研究生 不过 我也有一段时间没见过他了 他毕业之后 就一直在忙自己的工作室 而我回国之后 也没什么时间联系他 当时老师的几个学生里 只有我和他来自同一个国家 加上我和他也比较谈得来 慢慢也就成了朋友 那时候我和肖姐 还有其他一些朋友 经常会聚在一起 大家一起研究名作 互相分享彼此的想法见解 兴致来了还会搞个小竞赛 那段时光真叫无拘无束 飞扬四宜 很特别 也很开心 那样简单纯粹的时光 以后可能也不会再有了吧 我会想起来 你先在这里等一下 我接个电话 不愧是那个了不起的陆景和 这种神奇的操作也就只有他能想出来了 是我们几个肥冷脆同学间的称呼 毕竟能像陆景和这样优秀的人也没有几个 天赋只是一方面 陆景和用功的程度 在整个学校也是属一属二的 只是可惜了 现在的他身上 又多了不少压力和责任吧 当时那种发自内心的愉快笑容 已经有多久都没有在他脸上见到过了 不过今天还是谢谢你了 如果没有你 我也没办法让他好好地放松这么一次 有些事情还是看破不说破得好 你们在聊什么呀 这么开心 没什么 先聊聊聊就而已 对了 你接下来有什么安排吗 要不要我送你去兑换处 这样 可惜了 李开玩笑 电话 声 电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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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蛤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开业时间定在下半个月 他邀请你和我一起过去捧捧场 怎么样 有时间吗 不用担心 不是还有我和你一起的吗 那就先这么说定了 具体时间确定之后 我再通知你 怎么了 你心情不好 其实 照片我拍了 那你求我 求我我就发给你 等等等等 别挂电话 开个玩笑嘛 我一会儿就发给你 其实啊 你不用这么担心照片的事 图案没了 我可以再画一次呀 只要你需要 文神师陆景和 随时为你服务 和你在一起 对我来说就是最好的休息 在你身边的时候 在你身边的时候 我真的很放松 很开心 所以姐姐 不要拒绝我 照片我一会儿就发给你 你记得查收 我这边有个电话会议 马上要开 先挂了 嗯 开店见 嗯 开店 这边有人 你 我 不得 不得 偷 你 因为 我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